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今天我们继续说我跟文广的老搭档孟玄先生 那么我们今天来进行主要是两个题目的探讨 一个题目当然是从美国出发 因为美国我们知道本周星期二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Comey 他发布他的新书叫The Higher Loyalty 高一层的中层 另外涉及他的书的发布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 他的私人律师科恩 那么他的办公室和他的住宅和他的手机或者电脑 这些设施也都被收查 然后他已经开始出庭 那么这个涉及到美国的一些问题我们会讨论 另外一个当然涉及到国际关系的问题 这里面当然是有美国目前开始对中国的两大公司 一个是华为一个是中兴实行新的制裁 这样引发中美在贸易战上 那么又进一步的升级 那么这里面当然如果我们要把中美关系的贸易战 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 那就是东北亚局势的复杂化 因为东北亚涉及到朝鲜问题了 整个朝鲜半岛现在展开了各种传说外交 所以我们今天围绕这两个问题了 就是我跟孟璇先生的两个了 我们就进行一个交谈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是白发 一个是黑发 所以有点黑白那个对立 对那个彰显这种某些差异 另外的话孟璇先生也讲到 他更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分析 尤其从地缘政治 而我呢有一些理想主义的 这些从全球主义来分析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那个开讲 那么现在请那个孟璇先生 好谢谢你 这个黄文广是去阿姆斯特丹 我想他大概正在逛 这个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这个红灯区吧 等他回来以后我们请他 给我们介绍介绍 他逛这个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这个经历 这个的话可以让我们这边不要那么严肃 可以soften一点呢 看到这个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纽约的这个本部作啊 对 纽约以前就叫新阿姆斯特丹 是的 那新阿姆斯特丹那时候是 荷兰人把这个纽约给开发出来的 呃 之所以荷兰那个时候是世界的海上的超霸 后来才被这个英国取代过去 呃 这一个历史啊 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荷兰怎么会变成这15世纪以来 世界几个大的超霸的这个这个地位啊 海上马车夫 海上马车夫 也是很深我们今天想到就是因为是在纽约的关系 我特别先 先讲一讲 那我补充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从斯丹塔埃兰的来 对 那斯丹塔埃兰的也是被荷兰人先占领 所以我们这斯丹塔埃兰的就是国家的意思 哦 对 所以后来大概是荷兰人跟英国人大概又进行一个什么一个竞争了 后来英国人呢 再把这个倒了就那个拿回来了 呃 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你看到斯丹塔埃兰的也是一个荷兰名字 是 像弗拉辛 我们这个很多人知道 其实弗拉辛是荷兰人名字 对 啊 所以啊 我们我远规正传 对 美国现在的这个科米啊 这个这个更高的忠诚这本书是热卖啊 对 那这个川普总统骂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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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科米的骂的话也够狠的啊 而这个科米对他的攻击也是这个是几乎是毫不留情面 而且反正科米现在是在野之深呢 所以他今天几乎天天都在接受访问 对 这几天在卖书嘛 卖书的关系啊 那所以的话呢 这个这个大家就被这个国际事情非常麻烦 比如说像中美的关系啦 这个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贸易主义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冲突了 这个东西好像都不及这个更好更好看 因为这里头又有色情 又有这个 又有阴谋 又有阴谋 又有权力 而且还有这个呢 我们也搞不清楚 美国的原来律师的跟这个呃他的当事人啊 就是他呃的这个交往的关系 有哪些是受保护的 这个事情也是呃 不是懂美国法律的人 或者不熟悉美国的这个所谓呃 他们这种的这个关系的人就很很很不能理解 所以这个事情呢 有人说啊 呃川普在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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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科文的这个事情 跟那个那个丹尼尔那个这个这个事情 呃 这个这个等于是呃 叫什么是呃 呃 交集花不是交集花 他是叫那个成人电影的 成人电影的那个 那个AV啦 我们的AV的明星 对AV明星 他说这个 他是这个 这个这个事情对他的威胁啊 其实比他甚至受这个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摩洛的那个通俄门的事件 对他的伤害可能还更大 呃 所以呃 这个事情是要讲起来 当然是 一一是不能讲完了 不过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呃 这个科 科米 这么样子的指责这个总统啊 以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是等于全国 最高的 这个 警察机关的头啊 对 最多的 最多的啊 然后他牵涉到这个 这个 调查的这个里头 他 对于美国政治的这个影响力啊 呃 他说这个川普总统是一个 不识认的总统啊 而且呢 不道德的总统 没有道德的品格来担任总统 不拼 美国怎么会选上这么一个人啊 然后呢 他又讲说 他好像针对的是一个呃 黑手党的头 哈哈哈哈 说他是一个 他是黑手党的风格 他是做事情是黑手党 那 Defend的人呢 也就 也就骂他骂的很厉害 说他是 这个 一直都是最坏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而且从来就说谎 从来这个是自我自以为是 而且是 这个 呃 这个 他把这个 呃 这个 把这个 公正的调查 就是说 他把他变成一个 zealot 就是说我 谁 谁犯到我 我就要把他调查到底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 就是双方的这种攻击啊 防卫啊 都我觉得在在美国的历史上 恐怕也是很少的 呃 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个所谓的第二种忠诚 呃 更高的忠诚就是刘兵燕写的 写的那个第二种忠诚啊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 他对谁忠诚 你看他这个题目是呃 最高的更高的忠诚 对更高的是国家 那好 是国家 宪法 呃 fire 掉的时候 对 他做 那个时候他根本不知道 他在那边 发表这个演说 他在洛杉矶 在那边 讲 讲 视察工作 说你已经fire 掉 然后他就赶紧就 就坐飞机就回来了啊 他说 他坐在飞机上的时候 他就 他自己还搞不清楚 不是 有一点震撼没有完了 他是 倒了一杯红酒 然后 喝着红酒 看这个窗外 说 我究竟对谁更高重 我爱这个美国 这个 那我们 从一般的人啊 像我们这种 不是呃 诶 看到 comey的一辈子 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这个 律师 律师 然后他做的司法部 部副部长了 或者是这个 这个 然后做这个 这个联邦调查局 另外他他也是从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对 所以按照道理来讲 你比这个川普 那个是一个地产商 是从来就是 就是狗屁倒灶的事情做的一大堆 他这个事情 一个是服务国家 对 一个是抓钱 那个 而且破产多多次 而且 他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说你像我 你看我像是一个要找妓女 呃的人吗 我问这个问题 你现在就是 就是两个个性 倒了很多了 美心 对对 个性差别那么大 对 究竟你相信谁 对 究竟美国这个 这种情况底下 呃川普总统 会不会因此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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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完蛋 或者忠道 就做不下去 可是呢最新的一个民调啊 呃显示 美国有百分之四十七的选民啊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候选人 他的选举的这个正纲里头 说我是赞成 坦克总统的 嗯 这些人都不会投他票 是一半以上 对 差不多一半了 差不多一半 对 所以看起来这个 这个川普 并不会马上受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坦克的影响 而且 这个 科米呢 人家也问他说 你赞不赞成 既然你认为他根本就像黑手党领袖一样 我们 美国是一个最强法治的国家 怎么可能 找一个黑手党的人来做我们的总统呢 是不是 那你赞不赞成 坦克他 他说我不赞成 啊 我认为他应该 这个就是说 呃 美国人民应该有 不能够走一个叫做这个 捷径 就是剥夺美国选民的那个选择嘛 就是说 他认为应该通过政治的这个程序 美国的选民 就是说还要等三年以后 是 一定会那个 才才能做 所以美国这个这个东西啊 就让我们在搞这个 不是 读美国政治好了 我们把美国政治当着一个是 没范本了 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 然后出现 最高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身份 就是主持公正调查 大家要对他有信心 可是 发现 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 他的调查本身 啊 是不是过头了 啊 这个总统固然我们很 很很看不起他这个人的行为 可是他去要fire这个这个的时候 他这样子的 啊 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动作啊 是不是 这个 这是在民主政治里头啊 是应该 有这样子的 这个这个权利啊 就是合法性在哪里 还有忠诚在哪里 还有道德究竟在政治上 民主政治里头 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扯到这一件事情 对 我来补收下去 就是你刚才讲的了 就说有两个了 一个了 就是到底这个科米的书了 那么他写了什么 还有就是你刚才讲到 总统的他的私人律师了 对 那么他的那个就是被那个搜查 那么现在他已经在联邦法庭出庭 那么到底涉及到他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证据 那么是不是会那个公开 或者由谁先来看 因为总统现在要求说我要先读 到底里面涉及到什么问题 这里边呢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了 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很注意 嗯 第一个就是科米在书里面呢 呃 他也讲得很清楚 呃 其中呢 他当那个比如说你看那个 ABC就是呃 那个2020 对对对 对那个就是呃 George那个呃 呃 对的他没有说 但是他但是从他对口气来说 我们知道了一定呢 是个证据 有相当的 对对对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说呃那个Cohen呢 他被那个查 当然是因为就是Cohen呢 是呃 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呃 呃 任何事情 嗯 你有一种专门的律师 这种律师就是Mafia里面 电影里面 就是那个教父里面 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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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躲开这个 这就是那个 这就是那个 Don Collier在教父里面 他的养子就说 呃 因为他养子很呃 那个就是冲动的说 我想跟你一起拿着枪去战斗 对对 嗯 Cohen说就说我不需要你的枪 因为我们家族各有枪 我需要你的那个就是公文包 所以你去读法学院 那么当然这里边呢 就说呃 嗯 查这个Cohen 倒并不是因为就说是呃 呃 呃 直接是因为 而且是因为就是说这个 Storming Dangerous 他提出就说 这里面钱呢是由他来转的 对 那么这边转 而就是Cohen呢 他说这个钱我没有拿总统的钱 对 那么这个钱是我自己把我的房产呢 去抵押这样拿出这个钱来付他的 那么但是呢这个 那个他们私下的那个呃 签的这个合约呢 呃 总统呢 没有签字 那么这里边的话 那么而且总统说他不知道 对对对 那么这里边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很多的问题 就在于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正好是发生在选举的钱 对 那么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就是说 如果Michael Cohen他没有拿总统的钱 但是实际上调查就说 他用了是总统的很多的那个机构的 那么这些那个通讯呢 对 是跟那个 Stormy Daniels联系的 那么这边就几个问题 就是一个就说 是不是涉及到一个非法的一个捐赠 对 总统在那个竞选大选的过程中 如果你一下13万美元一下投给了总统的话 对 那么这个是里面是不是违反了选举法制 对对 第二的话呢 那你这个钱转来转去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你现在说不清楚 你说是你自己的那个好像 没有人相信 对 那么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洗钱的问题 那么所以呢 嗯 主要是以洗钱 这个这个就是经济的这个就是 可能涉及到非法的这个转钱呢 对 那么这样来查他的 而且他之所以查 这个美国因为非常非常重视 这个律师跟当事人的这个 这个权利的隐私的 因为我跟律师怎么交谈 如果这个东西被没有特权保护的话 我的那个人不能相信 对对 所以这个居然动用到这个呃 就是是曼罕顿南区检察官的办公室啊 去去搜这个 这个已经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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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非常非常难的 这个可见的话呢 但是美国这个里头也很好玩 我是觉得这个 他说是如果你帮助你明明律师明明知道 你的当事人在犯罪 对 而你去帮他的话 你是犯罪的 是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啊 你不能够完全拿你是这个律师 跟这个当事人之间的这个 这种特权 我来不被调查 对 现在吵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Cowen呢 很可能他的钱里头 他代理的很多事情啊 嗯 有很多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 而且呢很可能他这里头有 实际上有犯罪的问题 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去查这个 怕他销毁这个 现在 为什么 人家说 川普会很可能为这个事情倒霉呢 对 就是因为他太相信了Cowen了 他有 很多证据都在他那手中 证据 他里头很多电话都是录音的 是的 所以的话呢 你要是在这个 这个总统 这个 所以总统是说 我必须要先看 要是要是我觉得是我跟他的 这个律师的关系的 这个 那我就可以不让这个检察官看啊 或者不让这个 这个 法庭上的效率的问题啊 什么的 但是 很可能Cowen 现在 调查出来的Cowen的 这个 其他的几个Case 都是跟这个 他洗钱啊 或者不只是洗钱 就是 拿那个钱去 就封口费啊 是的 这些封口费来源都有问题 对 所以很可能Cowen在 这律师这种人啊 他有的时候他是为了自保啊 因为他那个很可能他的 吊销整个的这个 这个Career就被吊销 而且犯法他还可能真的做伪证啊 这些他有坐牢的危险 对对对 所以 川普现在是真的这个legal的问题啊 还不是说通俄门 通俄门还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但是通俄门的话 作为一个线索了 就是穆勒了 就一直就是顺藤摸瓜了 对对对 再去搞越来越大 这就涉及到川普周边的人 这叫川普的家人 对对对 那么涉及到洗钱 那么经济上的来往 那么然后又涉及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性生活这方面的 对对对 这些男女关系等等 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美国 这一方面我们从这里头看出 他的所谓的rule of law 是多么的 这个就坚持像Muller也好 或者是像这个这个COME 他是代表这个法律的这个 但是的话 你法律弄到这么高层的时候 你很难不牵涉到影响到政治 是的 而这个影响的话呢 你这个是由你 像COME 不是在里头被人家这个骂的 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他为什么一下子启动 对这个喜莱利的email的调查 一会说不要调查 一会说调查 结果就喜莱利这边的人 民主党这边的人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选败 就是因为你 现在那个那个特朗普也讲说 你就是这个最坏的人 你是要入我为罪 那我就在看呢 就是我们如果用一个普通的公民 关心这个事情 来看这个事情 总统既然选出来了 他受到的保护应该是什么 否则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运作会有问题 那么我想那个就是谈到我的一个看法 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些政治跟选举 包括跟行政的他的那些司法 对他的各种关系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呢是我们看到 首先呢整个这个过程呢 你会感觉到了 他们的整个就是政治程序 或者新闻媒体或者是司法了 他们在考这个特权人物 所以他们在那个打的就是搞的就是这些 那个就是特权人物了 那么焦头烂额 所以这点呢我觉得呢 跟那个就是我们尤其是华人呢 我们熟悉的中国的法治有点区别 中国的法治完全不一样 对 中国的话呢是这个行不上大夫 对 你这个一旦那个孙政才 根本就搞不清楚他犯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最后就在法庭上 他就没有办法 对没有办法来那个就是那个抗辩 这里边又涉及到一个权力的分离 因为这里边的话确实你看到 总统他作为行政的一方 啊 那么联邦调查局呢很多有官僚的一方 他也是行政 对他也就是说 总统可以任意解雇他 但是呢就是说联邦调查局 他的独立性呢 也是要受到大家的公认 对对对对 因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任职九年 就是要保证 十年了 任职是九年任期 对 就是要保证他的那个 那个科米已经任职十年了 对对 有个任期这样对 那么就说 没有就是科米就是九年任期 他还没有到 对对对对 那么就说作为这个九年 对就是要保证那个 不受影响 对他的那个功利 那个就是和中立性 和公正性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我觉得 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政治运作了 其实不在于你做了好事还是坏事 没那么严重的问题在这儿 更重要在于你有没有越权 那么这是有一个一个疆界 就是这个权力 比如说就是像总统 他就说他想那个 如果滥用他的权力的话 你到底多大的程度上 你可以去那个控制官僚 或者多大程度上 你可以去压制媒体 或者多大程度上 你可以想去那个阻碍司法 所以现在科米就讲得很清楚 因为一个问题问他就说 总统有没有阻碍法律的震担军行 他说我认为总统现在已经犯下了 这方面的这些错误 可是他讲这个话 他自己不是检察官 对 所以检察官如果是认为 这个总统已经妨碍司法的话 对 他这个起诉的就可以 以这个名义来 宗罪了 对 对 那么这里边呢就是 我们就看的就是 科米的话 他一定会成为整个 莫勒调查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证人 对 那么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还会继续发展 对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 可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美国这一套制度 这么样子的玩法 我是觉得对美国这个政治啊 实在是担心这个民主政治啊 因为你看得出来这个总统变得是 毫无尊严可言了 你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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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这样子的比如说 这个 这个 这样子的 撒谎 撒成这个样子 而且是诚信的撒谎 那么 美国的百分之 还有百分之至少五十的人 嗯 不四十几了 还是非常支持他 而且他支持率还高 对 那所以的话呢 你这个里头 呃 这个科米 嗯 在里面讲说 呃 我的更高忠诚是对美国的忠诚 但是 但是人家就骂他的就是说 你的最高工 工程 呃 这忠诚实际上是对你自己 对 这里面涉及到就是科米他的个人的英雄主义 对 自恋 他说 于是说那个这个 右派骂他说 实际上你跟 这个这个川普性格是很像的 对 你们两个都是那种这个变成了Z了 对 可是你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把美国整个的 这个民主政治所 所必须有的 你以 玩法 或者说 法律的这个这个正义性 和什么之类 就这些东西的话呢 你都是觉得 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样子才能够 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这个 对 这里面我觉得涉及到好几个问题了 一个呢 他就说美国的政治制度了 总统制了 长期以来 尤其是 英国驻美国大使就是 詹姆斯·布莱斯 他写的那个 美国共同体了 康姆威尔斯 对 那么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 美国为什么没有就是伟人做总统 那么就是美国总统 为什么不是历史的伟人 那么这里边就像你刚才说的 美国总统呢 他不像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有比如说有元首 跟那个政府分开来 就像英国他是国王作为就是说不犯错的 他是尊严的部分 首先的话做政务的 那么他是作为一个效率的部分 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这个政权呢 有的人是为了这个政权 获得这个合法性和尊严的 另外一个是干肮脏的事的 对对对对 政治本身他需要有一个道德的基础 对 而这个人的话呢 你要是太 政党利益太强 你这个 这个 必然里头有很肮脏 你没法操然 没法操然 对对对对对 那么另外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说涉及到 嗯嗯 我们如果看COMEE的话 那我也想到就是像 嗯 我们看到就是像 《悲惨世界》里面的 嗯 《悲惨世界》我们这个警察局局长 是吧 对对对对 那么他健废的话 他就说他的执法就执法的 这么就是意识不苟的 就这么酷吏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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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最后当然他有良心的反省 所以当然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 就说在任何一个政治机器里面 有时你把这个法律呢 那个那个过度的热情的 那个执行的意识不苟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 汽车限速是50个英里 你如果超到50个英里的 51个英里 我就把你拉住罚款 那么这样这个社会没法运作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有时候还有这个人性的 这个根本的判断 对对对 还有这个基本道德和这个社会的规范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 也可以那个看到了 就整个他这个就是 你刚才讲到 希拉里的 他的这个团队这些人 就认为 科米拉他犯的错了 恐怕了已经超过了 他现在想做的任何 想让他自己给拯救出来 对因为你 你那个把就是这个总统指挥 其实给了川普了 对对他等于是 实际上川普应该要 要感谢他 他不然的话 他就根本当不上这个总统 但是你知道又很冤在什么地方了 就是说 科米他认为了 那个 川普总统一定 不会当选 川普一定不会当选 希拉里一定会当选 而且那个 科米的妻子 那他说是一个一个铁杆的 一个希拉里的支持者 他三个女儿也是 所以他们伤心的不得了 对对对对对对 do 可是呢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的判断是什么 跟他自己解释 他说如果希拉里当选了 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是希拉里会当选 对因为我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色额 那些都还没有完全都出来 可是那个时候 如果是希拉里当选的话 他的这个 reasoning就是说 我如果这个时候我有了那个 最后的一个 就是那个纽约的 前众议员的那个 资料 我如果不把它爆出来 说我们要查一查 那 以后爆出来以后 希拉里当选的 合法性就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当然你在这个时候 他爆出来 确实在最后选情 就是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至少希拉里认为就是 把它给搞掉了 对这里边有一个就是 人们批评那个COME 就是有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 你的判断呢 没有遵守其他的很多的程序 因为他作为联邦调查局 他是在司法部下面的 对对 所以他当时对司法部的部长了 其实也没有就是那个 因为他本来 第一次那个在七月间呢 就是2016年七月间呢 他是没有权利要 决定要不要把 这一这个案子送 这个起诉或者不起诉 这个不应该由他来判断 对 结果呢 他认为这个林奇 就是那个当时的这个法务部部长 是民主党的 而且跟克林顿关系很好 所以交到他手上可能会被淹掉 所以他就把他自己来决定 说虽然希腊里的行为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他是讲过 reckless到极点啊 可是呢 我认为 不要这种 所以 Comey这里面的自我 这个盆大很强 对对 他变成了这一个人 他这一个人就决定了美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人风又往哪天吹 所以 你 如果说 2016年的总统选举 究竟谁来 是kingmaker 对 最后变成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 因为他长有这个调查权 对 所以 那这个的话呢 你就 感觉到就是好像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民主政治 这样也太危险了 是 是 那么当然 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公民呢 这种道德判断能力了 因为就像我记得 那个杰弗逊 他在讲到 嗯 当时他们那个国父 制定好的宪法 做好 我们宪法做好了 那么交给你们 那么人民的话 能不能维护他 那么这里面就要学靠美 美国公民的 就是 公民的这个 就是美德了 Civic Virtues 可是 现在就是说 你比如像川普这样的一个人 形势有如黑手党 所以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话 都要检讨了 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 Civic Virtues 这个公民的 我们有没有最基本的 对Decency 跟不Decency 总统这个 我们有智慧来判断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智慧 然后选出来以后 责任就靠我们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们就要吃下这个苦果 是的 比如说 呃 他说不应该用这个 这个 呃 Comey说不应该用impeach方法来来来来把这个总统去职 也就是我们下面投票要来的对他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走法呢是等于是走一个捷径就是把责任推给这个几个人就解决了由由那个就是国会议员来帮助美国人民来决定一切了对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走一个short card走一个这个捷径来解除大家的责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美国必须自作自受对让他要再再再再忍受三天的这个动物 可是你的总统如果是一天到晚都搞在这样子的呃以后如果再来出来除了有个通俄门的那个那个在莫斯科的那些呃那个撒尿在床上的那个那个那个黄金那个就是呃比赛对对对对如果是这个黄金沐浴对对黄金如果有这个视频出来的话那你这个美国你说你去跟俄国比如说普京啊这个当然是普京在后面抄 你跟中国啊对你究竟做一个普通美国人你可以为自己的这个政治制度对觉得这个制度很值得你骄傲你的总统已经降到这个程度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像一个戏一样几乎川普就从他当选到现在每天都有都有新鲜事而且这个新鲜事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对 如果moral到这样子低的这种程度根本不可想象的啊可是呢像comee这样的人在正常的状况底下应该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可是呢居然在这个里头他的名声呢人家也可以笑他说你这样子拼命的东西就是为了卖你的书的钱而已把他的character就是说他也是一个liar啊也是一个这个zealot就是说疯子一样啊 就是这个狂乐的狂乐的这个这个那你说这个这个制度究竟把人性的丑陋面都揭露到最后了不过不过这也是国父当时讲的就是国父们就讲到就是美国的就是像联邦党的文集你看里面讲的呃呃呃麦地区他就讲的就是用呃野心遏制野心嘛就是好在美国呢是一个分权的体制三权分立然后还有呃独立的新闻媒体 然后还有官僚机构还有作用还有呃州政府地方政府市政府所以对我们来说即使有这么多的就是呃肥皂剧呀这些东西其实你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没有造成殖民的一个伤害对可是的话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你的这个呃呃就是说你的这个最高的呃政治的道德就是一种truth跟trust对这两个在这一这个川普进来以后是就是说有更多的所谓的 什么叫facts有的有的时候是完全facts是看你怎么讲了是有有alternative facts有替代的这种事实对那个事实就是然后这个又有这个alternative morality是啊对有alternative进入相对主义的让我们就无法进行公共的这个生活你这个民主政治的最后的这个基础就就就就会被被eroded对就越来越轻视越来越厉害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到在全世界人面前 我们宁可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比较肮脏的可是我实在不愿意我们的总统在跟着丹尼尔丹尔丹尔是一个AV的这个那么那么我我我不想对丹尼尔这个就说进行太多的就是负面的对对因为我觉得他呢因为我想把丹尼尔对对对跟那个就是巴巴布什他们两个呢连在一起了因为就是说丹尼尔是你看到他尽管他是AV的那个一个就是成人电影 电影的一个隐形了但是他说你看了他现在他是要他说钱我不要要了他说我现在就是要他的钱以前要的怎么要的对不对你他现在说有十三万那个风口飞他说我不要了对他现在他的名誉太高了所以他要这个十三万根本不在小儿科了OK那么他又又说现在我现在要让美国人民的知道真相然后呢我要让这个就是口汉这个律师了意识到了他不是在法律之上他必须要争取手法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他们都是讲 讲漂亮话然后进行自己的最很低的私欲对你看到这个话你只看到人性的丑恶是这里边也是又有一个声论啊对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看的丹尼尔是他这种呃有这种升华了我觉得还是有点就说好吧如果所有的这个就是脱衣五星最后都这样升华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好当然我相信呢可能后面有女权运动的在支持啊那么说到女权运动了这就想到这个巴巴布什因为呃前天巴巴布什晚上刚去世对 那么他作为美国呢就是呃就是呃只有两个就是女性了即使丈夫是总统又是儿子总统一个是亚当斯总统对他那个可能是不是他儿子做众他已经死了没有亚当昆斯那个John Quinn Adams是他的儿子吗对对可是那个时候艾比给尔是不是已经他的儿子还活着是吧对不晓得对这个我倒不清楚对但是巴布什好像说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活了啊OK那行因为那个儿子啊是很晚才当时 中间隔了就是很多年中间隔了那个那个杰弗逊的还是麦迪逊的对对对对因为亚当斯总统第二人对对然后下面隔了杰弗逊然后在麦迪逊然后到杰克森之前他是第六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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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像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有可能就是说可能艾比基尔可能已经没有在世了对对对对那么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所以你看巴布什对他的那个就是地位了就很高了那么这里边呢巴布什他引起一个争议就在什么地方了因为呢你看到他死的时候或者他 他那个就是评价自己他说我是以一个妻子一个妈妈啊一个就是祖母了或者是奶奶了那么这样来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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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就是 解读或者是奠定我的人生的那么这里边的话人家就说那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呃女性那么他也是史密斯那个那个学院的对他没毕业就是对后来就那个成为那个杰弗的那个妻子啊那么所以这里边就引起一个讨论你说多大程度上你是在凡女权因为他是比较保守的 还是说多大程度上他认为他是在实现这个女权因为他就是一个家庭他的兴旺这这个女权对 巴巴布什过去以后几乎大家就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时代的过去是因为就是我们刚才所有讨论的这个在那个时代有的话也都被压下去压下去对对对他是相夫教旨的一个女性相夫教旨如果是那个时候把家里面的草闻赶快出来了对对对他的本领就是把这个所有所以他在家里权力是很大他就inforcer 就是说我是他就是跟那个黑社长的领袖差不多对对对那边有inforcer有那个法律顾问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呃我们看到就是说究竟过去的这个就是白人为主的这种的文化传统就是他是他是五零年代六零年代才变成成人的嘛是的他是一九二几年生的二二三二五年 对对对对反正是那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美国的整个的政治文化到了1968年变成一个大的改变有人说就是说布什总统了他的丈夫了是八十年代的人他人就说你是四十年代对对对对有一个待机变化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像川普他说我们要恢复美国的grade美国的grade就是这些就是像四五十年代那个时候才是国人为什么对那个时候的grade 他社会上有很清楚的道德的对错的标准假如说你犯了像这个川普今天讲就是召集了什么以前就完蛋了马上就下去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还是这样可是的话呢如果我们出来这个总统给人家表现的是是这样子的私德的这个东西而且他最后他的共和党的人几乎不敢向他挑战的话那你就已经颠覆了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巴巴布什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过世的过世实际上是给我们回忆起什么是三十年前不是五十年前美国传统文化的什么叫尊严道德秩序什么叫尊严道德就是有基本的体统这个体统就是合不合望之不识人均呢人均应该怎么样对不对这个这个像像像这个的话你怎么都不能讲他是一个望之识人均的总统 所以我看到那个就是恩恩布什的就是那个巴巴布什的他的那个恩恩福告里面呢讲到说他当时生活的时代了什么叫那个恩呃就是寻规那就是越越规了越举了对那么其实就是你出去不戴好帽子不戴好手套所以这种古典的这种就是恩贵族社会了那种的可是今天不一样这个他这个长处就是说他是接南西雷根做第一夫人是的对可是呢南西雷根都是从史密斯学院 对对这个南西雷根都是穿的最漂亮的这个style都是名牌名家了这个这个名牌品牌最高的结果他全部都穿这个非常的这个这个这个平凡的人的衣服啊他说他的珍珠都是都是假的所以他之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呃美国人的现在很怀念他就是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过去塑造了一个比较就是真实的真实的 比较平民的懂得这个应该怎么奶奶的形象像他的这个儿媳妇这个小布希总统的富人也是很受人怀念很受人追尽那这些人的话呢都是相夫教子为主对然后他们当然有这个就是说我也有我自己的职业比如说我做总统的时候我就好好的慈善了儿童了这个就是我要把这个这个就是世智对的世智的教育做到这个 作为他的一个那这一些的话他们做的也很好啊也做的很很成就也也也也所以就是男性跟女性在美国这个社会现在me too的这个运动啊搞的是如火如托啊这个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过了头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讨论一下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时间呢也比较紧张了啊虽然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从美国拉到就是东北亚对那么拉到中国那么中国跟美国 那么最近呢就是你看到美国了对中兴公司和华为了那么进行某种制裁因为我那个前不久在看到就是中国国内了尤其是出了一部影片叫了不得我的国啊对那么里边就讲到中国就是2025的制造大国的地位对对那么有一种就是好像就说美国了就是已经衰落因为你知道长期来都说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对对那么好像了中国了就要取而代之了呃那么虽然就是有人呢就在那个调侃就说 呃中国没有崛起的时候人家打你脸啊那么现在已经崛起了那么有人说是屁股崛起人家贴你屁股哈哈那么虽然就是说这里边呢就是你看到了就是中国了那个目前呢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读了一个就是纽约时报里面的报的就是中兴呢因为它的芯片呢对那么都是美国这边那个提供的如果它要就是受到这种制裁如果美国不给它提供核心技术的话 估计它90%以上的生产的那个产品都要全部要重新设计了对对那么当然我看到那个胡锡进讲他说每年呢他说我们要花大概他给了个数字说要花2000亿美元来买这些那个核心技术对他说那我们呃用我们的市场我们自己开发出来那我觉得他一种大跃进的这种想法你怎么看对 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说美国这个集体的陷入焦虑就是说以前中国对你的威胁他是认为可以等闲适之因为你毕竟你毕竟是低端的拉赫什么之类的劳动力劳动力而且美国的基本的想法就是等到你比较这个有钱以后你就会政治制度也会改的你会变得像生死一样对对对就就 你一时足而后自如你不要去倒计别人的版权了你不要偷人家的什么核心技术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就是说美国现在就是整体的觉醒 这些新型过来就是我们原来对中国的所有的假设都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要玩硬的就中国人不跟你玩你原来想设计的游戏不是因为原来啊美国有很大的自信就是说我们呢最好分工好不好 你事实上过去这三十年呢你占了便宜对不对你就是按照我这个规则玩我占的变成很大我提供给你microchips你提供给我就是potato chips 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个的话呢他说是挺好这样好不好你就永远做这个这个低端的低端的或者消费品啊或者什么你还可以继续发财世界的事情我管就是世界的这个霸权的军师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我来负责这样子好吗 当然是不可能符合就是整个中国人的这个那个就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答应这个中国毕竟是有几千年的文明而且有十三亿的这个基因词了对对对 我觉得天才人物也是很多所以不是就是说美国这种自信啊他就认为他这一套制度啊就是自由民主的这一套制度啊和就是西方的这套制度啊必然是最后所有人只要你发达起来以后你就会走到这条路上 现在发现不对劲了所以的话呢他必须要趁着你还没有真正完全发展起来我就要打你而且要打把你最好一一招毙命把你的所有发展的可能啊就是把你按压你回去这一部分呢这是所有的从有人类以来的大国斗争的历史这个老实讲 并民主政治也好或者什么自由主义也好或者自由民主这个政治也好在十九世纪不能够这个阻碍那些资本发达的国家到世界上去搞殖民主义而那个殖民主义是是很很可怕的那个啊二十一世纪 同样的同样的他没有这个他在国内可以自由民主可是到了一碰到这个对他真正有威胁的时候 他打你的那个跟你对抗要把你就是干把你憋死和窒息死他出手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这个这个联名啊 康瑞的那个写的那个小说是关于就是比利时对康刚果的那个黑心的对对对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国际政治跟国内政治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样子的制度他有没有权利去叫中国说你要实行我的自由民主的政治这个这个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一旦到了国际政治彼此都是一个还是完全按照人性的这个所谓崇明法则在这边呢 你有没有权利因为你比如说北韩这件事情好了北韩国内的这个这个残酷啊这个这个暴虐啊独裁啊什么的我们都知道啊可是 就看着金正恩这个年轻人啊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他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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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黑的权术 后悔的这个就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了现实主义的来说他的生存法则他的生存法则他玩的那么漂亮让大家都说哇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啊 嗯那他这个就是事实上是有两个层次的一个东西一个是我们在一个纯粹靠崇明法则逝者生存的这种这种的标准来看的那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一个有有本事的人 而且他手腕的手腕的人啊以他那么落后以他那么小以他那么这个这个年轻的啊可以把这个习近平啊川普把古今啊把这个文在寅都 而且把那个安倍甩的不小心甩的拿去了那大家就会很佩服他了那这一部分是国际政治没有什么对错因为他他他他做的是按照他的最有最有力的这个选择对不对 对那美国现在也是说哎我只要能够对我这个这个国际政治和东北亚秩序有利那我就愿意跟你那个那里面的人说 呃对北韩的这种批评啊一样就大家听不见了对啊那不过了我了这点呢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区别了因为前几天呢我在那个华盛顿啊我去参观那个罗斯福总统他的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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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不是目的他目的在那个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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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是来那个解放的我们来是给你自由的对这一点就是美国的最大的问题美国的这个liberal的这种hegimony对就是霸权主义对会使到其他的国家都反对所以美国这里面就是涉及到是不是有一个自由的帝国的问题啊对因为有的帝国他的那个帝国心态了就是我是给你自由的那么我都是来帮你解放你的对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说第一个了就是各种你就像你刚才讲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 他有不同的至尊啊那么有的时候是你要帮我来越出带炮的时候恐怕我这个时候就这个事情反感你对对对对那么另外的话呢当然就说你如果要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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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重建 你是不是可以一张蓝图绘到底 那么这里面都有一个现实的考量 资源是有限的 那么这里面 我觉得有一点我想提出来 跟你两个商量一下 讨论一下 因为我从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像我看国内对目前的格局的评论 尤其是在叙利亚释放毒气里面的评论 那么我有一种感觉 中国的政府至少有几点 我觉得是走到了一个 我认为你可能并不完全同意 就是我认为走上了比较邪恶的方向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很简单 它是从原来的结盟跟美国结盟 亲西方 然后来对抗苏联 现在你看它基本上是说 亲俄 然后挺叙利亚和挺北朝鲜 那么这里面是很清楚的 我认为这个选择是错的 因为它毕竟是 所以我这一点的话 我就觉得说用邪恶或者是这个道德来形容这个英美 这个我就认为这个在国际政治这个层面 尤其是地缘政治这个层面 这就是这个是过分的价值判断太多了 比如说叙利亚这个事情 照我看来 越早结束内战是对大家最好 已经打了七年 死了那么多人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内战是最难结束的 是的 所以的话呢 在结束的 甚至用这个 用了毒气 对啊 当然用毒气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可是你如果有有能力 因此能够很快的 结束内战的话 结束把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至少搞搞把这个这个 因为你如果不用这种办法 你可能再要延续好多年 这个继续打下去 而且打不出结果 但是我这里边又跟你两个有点不同的看法 就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作为民主国家的一个领导人的话了 他就是会那个辞职下台 他就会给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 那么因为我觉得阿萨德从他的爸爸 到他今天 他们已经统治了半个多世纪了 对 那么他们没有给人民的一个 就是说关机重新启动的一个机会 不是 不是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只能用这个办法 为什么你推 你推翻了像小布希总统 对 用武力的方式推 对不起 推翻了那个那个萨达姆 对不对 结果是什么 死的人更多 萨达姆坏 可是你这个解决办法 如果不能建立其秩序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就是变成了像霍布斯讲的 就是人与人战 在那个中东那个地方 你让人民选择从2001年的 2011年的那个阿拉伯之春 有什么好结果 对 我这点又给你两个有一些分歧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觉得你讲到的确实就是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伊拉克了 也在就是进行那个重建 而且呢 秩序也在之间恢复 因为这里边呢 就是你涉及到一个霍布斯的这个 无政府状态 那么也就是中国领导人长期说的乱 对 那么中国人就怕乱 对 但是其实这个乱呢 就是可以两种视角来那个理解 中国人的传统的视角呢 就是你说的霍布斯的哲学基础 就是认为一乱的话 它就人吃人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国家没有秩序 国家崩溃了 但是你如果换一个视角 就是我们换从洛克的视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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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乱的话呢 并不是说就是说没有了政府 无政府状态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全部崩溃了 因为因为我讲完就说它里边还有家庭 还有教会 还有那个朋友之间的友谊 那么还有就是各种公民那个团体 那么作为洛克的讲法来说 乱的话就给我们一个 重新做的谈判桌 来重新建立新的契约的一个机会 可是先要结束乱 对啊 你否则不结束了 就是我们现在在中东啊 实际上是生活在这个霍布斯的这个这个这个情境底下 你至少要先跨过这个 你至少要 这个洛克这个是什么 是已经到了他的这个第一个宪法是在Virginia那边实行的 就是说他已经基本上有了秩序 然后他假想一个大家可以签这个这个这个社会契约 这个签社会契约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他们这个 想出来一个东西 像我们就是说 为什么我认为就就像西方这个整个这个制度下来 他基本承认的是个人的权利为上 最第一是最优先的这个 可是呢 在多数的传统的社会 实际上都是以家庭 以以clan 或者就是部族 或者是以这个东西 所以个人的利益 因为他没办法 他没办法保护自己 一个人如果真的那个 那个认为说个人可以签这个形成社会契约 这是一个假想 对 所以的话 那么个人的话是要通过政党 通过集社来整合起来 可是那个什么集社这个政党那个都是很后面 最重要的还是primary 这个这个就是说你的直接的亲属 你的直接你认识的人 因为只有在那个在真正的问题来到的时候 只有这些人才能帮你忙 而所以这个等到现在在向西方 它是因为有了物质的条件很丰裕了 才会逐渐的把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建立 这个体制建立起来 而很大部分的社会 全世界主要的社会 都还达不到这个这个程度 你就像为什么这个这个阿拉伯之春 这个在起来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 哎呀 这个美国就说 我们你看我们在比如在中东 然后呼唤民主 这个果然有成果 结果几年以后我们就发现 阿拉伯之春实际上带来的是更多的毁坏 更多的问题 我我我我那个就是同意你的一个就是看法 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人类的社会的治理是三元的 最那个自然的状态了 当然是一种那个丛林状态 无政府状态 那么经过了就是伟大的这些那个 尤其是战争的英雄 一个统一个国家的一个统一的领导人 比如像陈吉思汉也好 或者是就是说秦始皇也好 或者是查理曼大帝也好 那么或者是乔治华盛顿也好 或者就是说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 日本的那个比如说三个那个就是那个三雄 后来那个最后就说 对那么结束对 那么这样的话进入到了就是末幅时期 那么这里边呢 当然就有一个专制了 可以建立秩序 那么可以结束这个无政府状态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就说这种专制了又产生了一种两个动力 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专制的那个君主的话呢 最终会把人民呢 给就是纳入到政治体系里边 成为这个参与的这么一个主体的话呢 那么这种专制体系呢 才会往民主方向走 但是另一方面呢 如果专制的领导人 如果把人民呢作为一个就是人制了 来任意的就是来那个领导 或者来那个那个奴役了 然后用他所说的这种就是乱了 就比我这个奴役还可怕 来绑架人民的话了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又会把这个国家最后最后抛向 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就得像北朝鲜这些国家 甚至中国也有这个威胁 因为中国呢 现在已经有就是近70年的这个所谓的专制 就是把原来的那个分散的这个马铃薯 现在把它弄到口袋里面整合起来 但是下面中国要怎么走 那么也是两个方向 怎么样能够就是走出来这种专制状态 让人民呢 那个进入到政治治理体系 让中国往民主方向走 不管怎么讲 中国怎么走都走不到美国这条路上 对啊 但是就是说 中国可能如果做不好的话 就再回复到这个乱的状态 对 而乱的这个根源呢 不是因为说老百姓的什么民主意识不够 而更多的是因为政治的那个领导人呢 就像我刚才认为 就说比如说像一个国家的命运呢 有时呢 确实会被就是那些落后的反动的政治精英呢 或者是说邪恶的政治精英呢 那么所那个绑架的 这点我觉得 我还是认为就是有邪恶的 有很多人他做出的事情 比如说就像金氏家族 他们在九十年代上百万的人饿死 他们为什么没有谢罪 为什么没有下台 那么同样的像今天中国的话呢 他有的地方做的 无论是从那个就是那个国内镇压 或者就是说迫害 包括对就是说那个知识分子的迫害 包括刘晓波被那个就是那个迫害致死 是在监狱里边 包括我们这些人 那个就是不许让我们那个回家去贪望 这个就是自己的那个亲人 那个归家的权利都没有 这些我就认为就是邪恶 那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一个政治家呢 他做的事情呢 不仅我们刚才前面讨论到 老百姓呢 要有公民的美德 我想任何的领导人呢 也应该有个底线 要有就是政治家的那个基本的美德 那如果公民没有美德 政治家也没有美德的话呢 这就是因为 这就是世界的灾难了 因为你这个这个国民的素质 这个国民的素质决定你的政治家的这个这个 像美国 我一般来讲 是一个比较有美的的社会 但是你 还是可以出这种 但是杰弗逊呢 他又讲过就是政府了是人民的老师 所以我就觉得好在什么地方了 美国出现这么多问题了 都在那个敲打这个政治精英了 所以让未来的想做政治精英的人就说 那我的行为举止了 我就必须要像个政治精英 我就不会去做这种狗屁刀子的事情 以后让我像麻烦 我觉得现在的这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实际上的是每况愈下 在美国 这就是两方面的责任 我认为有公民的责任 那么公民应该继续努力 包括重建公民社会 包括对道德的那个建立 包括我们讨论就是怎么样 要不要把这个社会 或者是世界的这个道德的 这个基础给撕裂 另一方面还有政治精英了 那我觉得你如果想做政治精英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来要求自己 这样才会有道德的领导能力 感召你这就是Comey讲的 我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这个leadership 这个领导的这个能力 对 可是的话呢 因为政治本身是一个 充满权力 这个斗争的这个场所 所以的话 人性本身就有它 往善的 也有往恶的部分 在很多的时候啊 你在进入政治斗争的时候 你就在发扬人性的恶 因为你不用这个恶 你就没有办法制造秩序出来 所以的话呢 中国的所有的开国之军 历史上来讲 几乎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都是 蒋介石 你不如我 你不如我毛泽东 那么样没有道德底线 那么样狠 那么样无情 那么样无耻 你就被我打扮 好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历史经验 我们的时间呢 那个够了 我那就想那个最后总结一下 我给你没有发言机会了 他们因为有一个就是故事了 就是说蒋介石跟毛泽东撞车了 然后呢 毛泽东赶快下来说这个 大哥这边你是不是受了惊吓受了伤害 蒋介石说人倒没有就是车子撞坏了 毛泽东说那就好 只要你身体那个那个无恙的话 那就是该庆祝的 所以毛泽东拿出了茅台酒 就是给蒋介石生好酒 他就说来对干 然后就是那个你先先干那个尊重你 那么蒋介石就干了 干了就毛泽东不干 然后蒋介石为什么你不干呢 毛泽东说等警察来吧 完了我再干 所以你说 当然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了就说 政治了有不同的玩法 确实有后悔的一套 但是另外呢 还是有崇高 还是有就是说让人自由 让那个民众了 那个能够有这个自由空间了 不断的升华的 那个就是一种玩法 所以我觉得了 人性了当然有坏的一面 人性了 它是有这个坏的这种一种 就是人类的一个 到的一个肿瘤一样的 癌症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了 人性了 它是可以变化的 可以根据我们的环境 根据我们的就是 那个自我的约束 同时了根据我们的 对于未来了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来规范自己了 可是民主政治是基本上 是建立在人性是恶的 自然的那个基础上更多 中国人 多数人认识人性本善的 可是中国的这个人性本善论 造成了道德的最坏的 造成了这个政治 最没有底线最坏 所以我们这个善恶 那个资争的话 就是3000年的这个 伦理学和政治学 和哲学的争论了 我们就没办法争下去了 我们就到此结束 那个谢谢观众 谢谢听众 今天很高兴 跟孟玄兄 就是我们大家 代替就是黄文广先生 做了一期 芝加哥看天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